王大姐过得很知足 本以为日子可以就这样幸福下去 万万没想到啊 2017年噩耗在不经意间传来了 有一天晚上吃完饭了 她走了她也没这事 完了我也不知道 她就上山公岭了 谁知道上山公岭干啥去呢 完了回来就创了车 你创的呀 就开始了创的 那为啥干的 她就是前面来对头车的灯亮 完了踏个 这边来过来 完了到边站个翻斗子 前面那车灯一晃 她一下子没看准就创的翻斗 完了那个 她那个我们说跟前的 有一个那个王宝回来的隔宫里 她说我咋承的车 好像有楼临头车呢 创上来 就上我们家去告诉她 完了那个我儿子的楼上 那这也结婚了 完了就照顾她 照顾她上我们队面 照顾输大楼 她俩就开车就去 到那一手转转市 那个交警都给她整到 公主岭那个阳光医院去 抢救了六天六夜 丈夫还是离开了这个世界 对于王大姐来说 她的天也跟着她了 切了表 都几年才 要不就大伙找都说 就她死第二年 大伙就都说 说你有相当的你得找 那这也出不来 那心你就别提了 那种滋味呢 这谁也提后 那要为啥搬这里 葛南湖呢 干脆都停不了 都像精神病了似的 老长时间才过去这个境 丈夫去世后 儿女又都远在外地 她一个人在原来开饭店的二层楼 实在待不下去了 就搬了新家 这三年 那个小二楼一直空着 就像王大姐的心一样 但日子毕竟得往前看 最近在儿女的支持和劝说下 王大姐决定迈出这一步 晚年再找个 能和她互相扶持到老的伴 找个老实把脚的 能对我好的 条件一般就行 人家还够花就行 王大姐就想找个朴实靠谱 能对自己好的人 李大哥正是这样一个人 而且王大姐和李大哥 都是养只大虎 年龄 经济条件也都相当 听红娘跟王大姐 简单地说一下 李大哥的情况后 王大姐觉得很难得 能遇到各方面 都这么般配的人 来了 大哥 来 接着就能 王术华 李大哥 李贵李 李大哥 你好 这头上那个 臭的挺苦 是不是 这头 这头长得各方面都挺好的 多臭还行 这也挺好的 当然是行 你今儿就说 这是大姐的妹妹的妹 人家都挺重视这事的 我得看起来 我觉得他俩有点连线呢 是不是 哥俩 是他就行了 是他就行 是他就行 是他 能不能连丢一封啊 是他 是他 丢一封啊 是 初次见面 双方对彼此的印象都不错 王大姐的妹妹妹夫 对李大哥的感觉也挺好 也算是为这次相亲开了个好头 他说 他是他 怎么 咋 带上 这是 就没人家干几家 就叫院里的 行啊 孩子承的 完了 那就没办成嘛 这一圈 这一圈 前面那也是 一圈 这几个房子 全是大哥家的 反正就是没石头 一个人石头不过来 这边反正大哥是夏天跟这住 是不是 个泰鸾无垢 鸾这个房子 老居不住你家這房子太多了 是 住不來住 這房子真不小啊 這房子才真不少 跟大家說問你這房子那有多少瓶 同期 同期九百瓶 九百瓶 同期這些 那不還 南不還有個大的 還有二百多瓶的 這個二百多也是你家 那個不是嗎 這個 是 是 是 這也是 是